每日福音 那时候耶稣说 你们有祸了 经师和法利赛人 假善人啊 你们在人面前把天国封闭了 自己不进去 别人要进入 你们又不准许 你们有祸了 经师和法利赛人 假善人啊 你们吞没寡妇的房产 假装长久地祈祷做掩饰 你们必受更重的惩罚 你们有祸了 经师和法利赛人 假善人啊 你们走遍天涯海角 为使一个人入教 他一入教 你们却使他变成 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 你们有祸了 瞎眼地向道 你们说 谁指着圣所发誓 那不算什么 但谁指着圣殿内的金子发誓 就必须遵守誓言 盲眼的糊涂人啊 哪一样更大呢 是金子 是金子 或是那是金子成圣的圣所 你们又说 谁指着祭坛发誓 那不算什么 但谁指着祭坛上的贡品发誓 就必须遵守誓言 盲眼的人啊 哪一样更大呢 是贡品 或是那是贡品成圣的祭坛呢 凡指着祭坛发誓的 就是以祭坛和祭坛上的一切来发誓 凡指着圣所发誓的 是以圣所和住在其中的天主发誓 凡指着天发誓的 就是指着天主的宝座 和坐在上面的天主发誓 在今天福音中 耶稣铿锵有力地 对卫善加以抨击 卫善可以彰显天主 为严厉的法官 而忘却慈悲 把祈祷和宗教 作为丰富自我的手段 这本身就是卫善 并不能够彰显天主的福音 法利塞人非常依赖 所建立的良好结构 并幻想这些结构的生存 就是他们的生存 而今天福音 颇有力度地提醒你我 必须小心 与世界一同陷入征服 平庸 和幻想之中 喜乐才是中性的果实 基督徒在危险的时候 相信天主 会在不可能时施爱 他们所在乎的 不是魔棱两可 而是脚踏实地 而基督徒的平安 对他们来说 正是无与伦比的赏赐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听完今天福音之后 对您有着什么样的启发呢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